逐步逐步的去感同身受思琪的痛苦 还记得她吗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作者林亦涵 五年前她的离世影响两岸大众对性暴力事件的重视 昨天是林亦涵逝世五周年 中国网友掀起一股悼念潮 林亦涵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名 除了悼念林亦涵之外也在问 五年了这个世界有没有变好一点 中国近年来女性意识逐渐抬头 许多相关议题也受到关注 有网友分析林亦涵在中国引起热度 是因为希望透过林亦涵的世界 来提醒维护女性权益的重要性 而林亦涵生前的好友也在粉砖悼念 内心期盼更多人能好好记得亦涵 也是我处理对亦涵无法割舍的爱的方式 我这些年来也在做相同的事 情不自禁告诉每一个认识我的人 我最好的朋友自杀死了 没有保持沉默 应该是无法保持沉默 不能不恃不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